非常一案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Ulanda 欢迎来到非常云端 上世纪80年代 上海浙江江西三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连环定机抢劫谋杀案 凶手连续作案四起 作案动机非常简单 都属于谋财害命 但是这种随机作案往往会使侦察难度增大 当年这起恶性案件导致三死一伤 所以这三个省市警方多年来从未放弃对嫌犯的追捕 直到2012年 时隔31年后 此案才终于被侦破 而此案的唯一幸存者 在案件侦破时已经白发苍苍 每当他回忆起当年生死瞬间 还是觉得很后怕 上世纪的上海 由于历史原因 留下了很多防空洞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80年代 许多防空洞被改造成了企业厂房 小商店旅馆等 位于静安区的建华旅馆 就是这样一个由防空洞改造的小地方 1981年8月10日 建华旅馆的前台接到住客的投诉 说42号房附近有一股难闻的臭味 负责检查的服务员来到42号房敲门 因为一直没人开门 就直接用钥匙进去了 进屋后味道更大了 服务员看到3号床上的客人一动不动 就走过去检查 结果发现此人嘴边一滩血 服务员吓坏了 立刻包了警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调查了解到 死者姓李 是一名来自青岛的采购员 8月8日 他来上海出差 入住了这间旅馆 死亡时间大概就是当天深夜 法医给出的结论是 死者身上有十多处烧灼的痕迹 包括背部头颈 很明显他是被电击致死的 警方随即对42号房展开仔细的调查 发现他随身携带的皮包哄哄如也 财务全部被凶手卷走了 所以作案动机可以断定 就是谋财害命 但是因为现场被凶手刻意破坏过 小小的房间里再也找不到别的线索了 通过旅馆工作人员 警方了解到 死者李某住的是一个多人间 而他在入住前 这个房间已经有一个住客了 但是李某出事后 这个原本也住在42号房的客人不见了 这样警方不得不怀疑这个消失的住客 在这里说明一下 80年代初的中国 身份证还没有推广使用 旅馆只能用手写的方式来登记客人的信息 警方检查过入住登记本 嫌疑犯流的名字叫李毅清 地址是吉林市双阳镇的一家中医院 旅馆工作人员回忆 这位住客大概30多岁 中等身材 北方口音 警方在得到这些线索后 采取了双线行动 一组对上海的其他旅馆进行了搜查 寻找这个叫李毅清的人 而另外一组前往吉林去寻找登记簿上的中医院的线索 可惜的是警方既没有在其他旅馆找到这个人的线索 吉林也没有这家医院 随后的45天 警方跑遍了东北三省 仍一无所获 他们认为李毅清这个名字应该也是编造了 线索就此中断了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终于有了好消息 在现场勘测的警员 在墙上的通风气窗孔周围 采集到了四枚残缺的指纹 虽然只有一枚右手中指指纹可以做对比鉴定 但毕竟也是极大的发现 并且在气窗孔里 办案人员还发现了作案的电线 刀具等重要物件 虽然没有留下指纹 但这些重要物证的发现 对于案情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谋裁害命 还能够冷静的不被发现的逃走 如此熟练的犯案 警方判断它应该是个惯犯 很可能之前就有犯罪记录 于是办案组收集汇总了 全国40多万个有犯案记录的指纹 用来和本案提取到的残缺指纹做对比 希望能通过指纹找到凶手 在那个科学技术不那么发达的年代 没有计算机 没有软件 警方只能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对比 可人工操作不仅速度慢 而且误差大 警方花费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 40万枚指纹里 没有一个是匹配的 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失所亡 在此期间 噩耗从各地不断传来 8月25日 浙江嘉山的一家旅馆里 再次发生了电击案 案发当晚 被害人冯某因为睡眠比较浅 在犯罪嫌疑人动手前惊醒 捡回了一条命 9月11日深夜 在江西上饶的一家饭店里 化名陈志伟的凶手 用电击杀死了于某 窃取了100多元现金和一块手表之后逃逸 同月24日深夜 江西九江的一家饭店内 化名李明春的凶手 同样用电击手法杀死了受害者谢某 截取现金100多元后逃逸 相同的杀人手法 相似的案发地点 一样的作案动机 上海警方得知这些消息后 立刻赶往加善 找到了几起案件中 唯一幸存的被害人冯某 据冯某回忆 案发当晚11年左右 睡得正香的他 突然觉得脸部有一阵麻麻的感觉 睁开眼就看到眼前有个人 他立刻清醒了过来 面前的男人正在使用事前准备好的 通着店的电线触击他的面部 冯某也来不及思考 立刻逃跑 并且大声呼喊起来 该男子也匆忙翻墙逃跑了 根据冯某的描述 犯罪者1米7左右 北方口音和之前建华旅馆的凶手 李毅清的特征高度冲合 接着警方又对每一个案发旅馆的登记笔记 进行了对比鉴定 确认凶手就是同一个人 可惜他太谨慎了 除了建华旅馆那四枚残缺的指纹 再没有任何的线索留给警方 时光飞逝 当年调查这起案件的不少办案人员 已经从青年步入中年 从中年步入老年 甚至还有不少办案人员已经离世 然而真凶去依然逍遥法外 这让当年参与办案的王学仁老人感到非常遗憾 多年来 每次他去警察学校授课 也会把这个案件当作经典案例 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案子 有朝一日能够将凶手绳之以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 全国各地慢慢的建立了自己的指纹库 通过联网可以对资料库里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的指纹进行对比 2012年1月15日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电脑上 一份资料跳了出来 电脑显示 资料库中有一枚指纹 和这份资料中的指纹匹配成功 而这份资料就是31年前 发生在上海建华旅馆的那个案子 资料显示 这枚指纹属于一个名叫爱红光的男人 现年已经63岁江西英潭人 此人在1983年曾因抢劫一袋花生米 被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 他的实质指纹被存了党 有了这个明确的目标 警方立刻查询到爱红光的所有信息 并且立刻开始了抓捕行动 2012年4月19日 上海警方到达爱红光所在的老家 英坦 可惜铺了个空 邻居说他去了外地打工 警方只能和附近的居民继续打听 几经波折才知道 他现在在南昌一个高铁工程队 4月23日 民警们终于赶到工地 见到了正在和其他民工说笑的爱红光 对于警察的突然造访 爱红光并没有惊讶 他表现得非常冷静和沉默 一般正常人肯定不是这样的 到了派出所 爱红光再次提取并核对指纹 果然与当年在上海建华旅馆提取的指纹完全吻合 至此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到了审讯时 警方再一次遇到了困难 无论是他们如何施压 劝说爱红光都拒不交代案情 还一直喊怨 他不及否认杀人抢劫 甚至不承认自己在1981年去过上海 其实在我们目前的司法体系里 如果证据充分 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领口供定罪了 但上海的刑警们 希望爱红光能亲口招供认罪 这对调查清楚他是否有同伙 还有另外几起案件是不是他所为有重要的帮助 可爱红光就是由言不尽 否认自己是凶手 刑警们只能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审讯 长此以往 爱红光也顶不住压力 开始松口了 他承认自己当年的确做过电机商人抢劫的事 并成功逃跑 但是绝对没有杀人 作案地点也不是在上海的禁案 而是在上海的金山 可在上海警方这边的记录里 金山从未发生过电机案 也就是说爱红光明显在歪曲事实 想避重就轻逃脱法律的制裁 说到这里 警方联想到当年几起电机案 爱红光所承认的 会不会就是发生在1981年浙江加善 那个他犯罪为随的案件呢 当时受害人冯某因为及时清醒过来 避免了死亡 想到这里 警方立刻派出小组去到浙江 查询当时的案件记录 并找到了当年的受害人 冯某此时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 但他对于当年被害的经理 还是记得十分清楚 在和警方的交流沟通中 他所讲述的睡觉时间 入住人等信息都和爱红光的口供对得上 除此之外 他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在他被害的那家旅馆外 有一条小河 他看到凶手逃跑的时候 躺过了那条河 警方回到派出所 以此为突破口 继续对爱红光进行了施压和审讯 在步步追问之下 他终于说出了小河这一细节 这也就证明了 他现在公认的这起案子 就是浙江的电机杀人魏随案 警方立刻把浙江这起案件 向爱红光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 爱红光顿时就乱了阵脚 然后办案人员又拿出了最实质性的证据 他的指纹匹配结果 以及四中案件的笔记鉴定 眼见铁证如山 爱红光只能供认了他的所有罪行 至此 这个经历了31年 改写了四个家庭命运 涉及三代上海刑警连环电机命案 终于破了 谭吉当年的作案动机 爱红光表示 自己总是看见老家有人在河里垫鱼 他就想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从中间谋取钱财 所以目标锁定为旅馆的住宿者们 他觉得人们出门在外 肯定是带钱的 谭吉受害人 他只是冷漠地说 每次拿完东西我就跑了 也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 随着案件的侦破 当年关于死者李某及家庭的一些信息 也被挖了出来 李某是一个踏实能干的人 对妻子非常好 家里的家具 结婚时的新衣服 都是他做的 在李某被害时 他的妻子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而由于丈夫的意外离世 妻子受了很大的刺激 孩子也流产了 爱红光的所为 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让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2013年11月1日 法院一审判处爱红光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宣告判决时 被害人家属没有人到现场 只有爱红光的女儿和他的一位老乡来到了法庭 当法院要求他的女儿签判决书时 女儿已经哭得不能自己 话都说不出来了 判决宣告完毕 爱红光被押走时 他的目光一秒也没有离开 满脸是累的女儿 此时爱红光应该清楚了解到亲人的意义 但他当年作案时 又怎么想过被害人家属们的痛苦呢 至此 时隔30亿年的电击杀人案彻底结束了 很高兴我们这一期讲的这个案件是有结果的 也希望那些其他未迫的悬案 终有一日能够真相大白 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 今天这期节目先到这里 如果朋友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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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